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個人是城市大學高等研究院的院長 我今天僅代表城市大學郭衛校長 以及我們數位副校長 一請歡迎白老師 以及各位一起貴賓來到我們中間 好不好 我們一起鼓掌 把今天一半很熱烈的 白老師是可以說我們現在華語世界裡面 首屈一指的文學家 大家都知道 根據我的資料 他是1956年在台灣台北的建中畢業 後來他想參與三峽大壩的建設 所以他就考上水利工程 那個念了沒有多久就發覺 好像不太合適 他就轉到台大的外圍系 從那以後他開始就新的領域 1963年他就去美國愛歐瓦大學做深造研究 之後他一直在加州的Santa Barbara的校區 中國語言文學擔任講席 他現在也是我們城市大學 IAS高點研究院第一個人文的資深院士 根據我的資料 今年白老師正好80歲 我們真的看到白老師非常有活力 也祝白老師80歲生日 太樂 那大家都知道白老師 他有非常非常的著作 他的小說集《台北人》 我想很多人都每一個都讀過 《寂寞的十七歲》 《紐約客》 《月夢》 《育青少》 《畢業》等多 非常非常多 其實每一篇我都讀過 我也是他的粉絲 那長篇的小說《鑷子》 後來也改編成電視劇 散文吉像《木蘭回首》 《第六支手指》 《術遊如此》 以及舞台劇的《遊園驚夢》 那都是世界上都非常知名的 那今年他也整理他父親的生平的資料 這個在2012年出版 《父親與民國 白崇禧將軍的生影集》 那在2014年也出版的 《止痛療傷 白崇禧將軍與二八》 那最近我在台灣很多網站上 也看到他那個《紅螺夢》的解析 上下酒都把它download下來 把它存起來 那所以白老師真的是多才多藝 在很多方面 都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啟示 那白崇禧是最新昆曲 那從很小就已經開始跟昆劇結下不解之緣 他在1946年 他10歲的時候 就跟家人在上海 看梅蘭芳跟余振飛合演的昆曲 遊園驚夢 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象 那在1994年他從山下巴巴退休 有更多的時間 他就以昆曲的義工 這個自居 推廣昆曲不遺餘力 在2004年製作的 非常有名的 青春版的牡丹亭 我想很多人都 可能在別地方有看過 那在中國的內地 香港 臺灣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希臘很多的都有巡迴的演出 快三百場 而且在2008年也製作了新版的《御瞻記》 獲得廣泛的迴響 那這兩部劇一起 為昆曲的新美學 樹立了很多的典範 而且更值得有意義的是 他好像把整個昆曲 變得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有魅力 培養了很多年輕的演員 還有真是數十萬 非常多的年輕的觀眾 我們一般看的 如果是平劇的表演 大部分都是比較senior的 那我們今天看到 有很多的年輕的粉絲 還有白老師簽名 所以我想這個中間很大的影響 讓我們中國的很多的戲劇 可以繼續的演出 然後有更多的這些聽眾的共鳴 那我們今天白老師跟他一起合作的 是江蘇省蘇州昆劇 他是昆曲發源地的職業的樂團 他前身在1951年 上海民風書劇團 1953年落戶在蘇州 56年就正式改名叫江蘇省蘇昆劇團 2001年就改名江蘇省蘇州昆劇院 就是現在的名字 正式的名字 那這些年來他們經歷了有五代 就是叫季 成 弘 陽 鎮 五代的優秀的昆劇的演員 超過一百人以上 那為很多年輕一代的年輕演員 就慢慢成長起來 那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跟特色 堅持古老的傳統 純正的昆劇風範 但也有一些新的創意 在全國昆劇的樂團中間是獨樹一指 非常有名聲的 那他們盛藏的劇碼有青春版的牡丹亭 中日版的牡丹亭 長生殿 濫科山 白兔祭 白羅山 金叉祭 十五冠 滿床戶 琵琶祭 豆蛾 冤等昆劇有很多的這些名的曲 有兩百多廚的昆劇傳統的折子戲 那今年排演的這個青春版的牡丹亭 中日版的牡丹亭 長生殿 西施 御餐劑更是影響重大 在昆劇界裡面 在文化界裡面都是一件大的盛事 那也曾先後出訪過很多的國家 包括美國 義大利 英國 德國 奧地利 芬蘭 比利時 希臘 法國 日本 新加坡 臺灣 香港 澳門等等 都演出都備受歡迎 遇滿全世界 那我想我講了太多 那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一起來歡迎白信勇 白老師 一起來到我們中間 謝謝 先謝謝黃日清院長的介紹 各位城市大學的老師 各位城大教授 還有城大的學生 同學們 還有各地來的嘉賓 大家晚上好 講到我跟坤曲的緣分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扮演了蠻重要的地位 那我怎麼說呢 我覺得我之所以做青春馬牡丹亭 講的那個根源 要從香港開始 那個時候 2002年 康文署要我來香港這個地方 講坤曲 大概好像是古兆生 我的老朋友 古兆生先生 他推薦的 要我來這邊講坤曲 講四場坤曲 講四場坤曲 頭一場呢 在港大 在路由堂 那沒有問題 是港大學生 港大老師 那麼第二 第三場有點麻煩了 他是講給中學生聽的 而且呢 有四十家中學 在沙田文化中心 一千多位置 來了四十幾家中學 千把的學生 都講廣東話的小孩子 要我講兩個鐘頭的坤曲 給他們聽 哎呀 我很糟糕了 我都在大學 那時候我已經退休了 我在大學教了二十幾年 我想中學我沒教過 這是我教學的生涯裡面 最大的挑戰 讓一千多個中學小孩子 要不要打手機 要不要講話 要聽我的講坤曲 哎呀 這怎麼得了 真的很著急 想個辦法 我想這樣子 也許我想那個辦法 一邊講一邊示範演出 這樣子可能會吸引他們 那麼那時候鼓照聲 他就說 哎呀 那時候蘇州坤劇院 有一波年輕演員 叫小蘭花 那一波小蘭花 剛剛都是二十上下 他說長相很好 扮相得很好 功夫也不錯 你可以去請他們 那我就好了 那麼你替我請來 我請個四個俊男美女 俊男美女牌 那我那個題目呢 整個講話 我說 昆曲中的男話女愛 我想這樣可能吸引那些中學生來聽了 後來我就在沙田就講了 講了 真的蠻擔心的 十幾歲的小孩子 從來不曉得昆曲什麼東西 我想 那我就講了 我就選了 剛好 這個 來 給我做示範的 四個演員 都演了幾則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也有的 像什麼 這個 金夢啊 秋江啊 這些 這些 聖誕戲 愛情戲 還有 還有 這個 夏山 那個 那個小孩子 周先生看了以後 那個 舉手說 我看到嗎 看得起敬得很 沒有打電話的 哎呦 這個不容易 沒有打手機 沒有玩手機打電話 我說這個不容易 完了以後他們就舉手跟我說 他說白老師 什麼明朝人談戀愛那麼大膽的 你看 尼姑跟和尚 尼姑跟和尚 一個下山 一個師凡 我想 這個 那個時候 那幾個 學生看得 看得很起敬 哎呀 這給我很大靈感 我想 中學生看昆曲 能夠看到這樣的性高采烈 我想 我想這個 如果 那時候我就跟古詐聲說 哎呀 我們做一個青春版的牡丹廳 用年輕的演員 用年輕的演員 然後呢 吸引年輕的觀眾 我想這目的在哪裡呢 我想這個 那個時候 昆曲的時候 的確有危機 整個 這個 那個是第一線的老師父們 他們已經到退休年齡了 那麼 因為中間經過文革了 有斷層的 接不上 接不上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 要把這個 年輕的演員 推上第一線 給他這個 這個 加工 快點給他們訓練成 那麼推上第一線 那麼 這樣子呢 我想可以接班 然後第二呢 那時候看昆曲的觀眾 越來 年紀越來越大 年輕人不看 我那時候 那個時候 我跟他們講 我聽說他們說 跟年輕的觀眾 跟學生說 要他們看昆曲 他說 昆曲是給我們爺爺奶奶看的 他在說 昆曲啊 他就是昆曲 昆叫的昆 太慢了 太慢了 我想 哎呀 我要 做一出來讓你不睡覺 讓你高興 讓你看 所以我們就做青春門牡丹廳 做青春門牡丹廳 選了 也是很巧 來替我做示範的那幾個演員 其中有兩位 今天晚上也出來的 第一位就是我們青春門牡丹廳的男主角 這個 余久玲 他唱的那一折 剛好就是金夢 就是牡丹廳的那一折 我一看 這個小生 很像 整個體態啊 身段啊 長相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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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像那個 湯仙祖 筆下的柳夢梅 這個 這個很奇怪的 我想那個 那個人物啊 要有古代書生 要有古代書生 這是選 生角很難選的 我們說選蛋角 女孩子 比較容易 因為很多人都 很多女孩子 都喜歡唱昆曲的 我們說有一窩蛋 蛋角有一窩蛋 深角 深角就好難選 深角那個很麻煩 他整個的 整個人的 proportion很要緊 手長的不行 手短也不行 脖子長了一點也不行 短了也不行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 那個臉啊 圓得不好 最好是瓜子臉 還有個古代書生的樣子 現代的男孩子很奇怪 都有個現代臉 你找什麼 我們說是台灣周杰倫啊 那樣子 很多 很多 很多這些 現代臉 現代男孩子 你找個古代書生的樣子 男 這個像 男主角有了 後來我到蘇州去 女主角也找到 沈鳳雲 今天晚上 大家看到這個 好了 男女主角有了 那我就想 做青春的牡丹廳 就做成了 剛剛 剛剛黃院長介紹的 今天到今天為止 十幾年來 演了三百多場了 全世界都走過 而且我們進去過三十多所大學 中港台大學都演過很多 他們培養了很多很多大學生觀眾 這是我們最要緊的 這是我們最要緊的 而且我們在所謂昆曲進校園 昆曲進校園 其實我想城市大學很有這個傳統 鄭培凱教授那時候在這裡的時候 就一直在推廣昆曲 一直在他們那個中國文化中心 一直在推廣昆曲的 所以到處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處 我想中港台 我們在台灣也是 我們在北大設立了昆曲中心 昆曲課 中大也設立了 陳大那個 曾培凱教授也有 我們在台大也設立這個 所以昆曲進校園 是我們當初的宗旨 我們也這個 我們一直在推廣中 一直在推廣中 所以到現在為止 整個現在的昆曲 的確已經不是昆曲了 以前得到很多年輕人 尤其在中國大陸 尤其在中國大陸 現在大學生 現在大學生都看昆曲 覺得是一種文化的儀式 覺得有昆曲 我都在北大演了 以後 北大學是非常熱烈 就網上寫說 而現在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看過青春馬牡丹亭的 一個沒看過的 好像看過的很得意 看過的很得意 所以他們現在有這個風氣 看昆曲很得意 所以我也很高興 我也真希望 真希望所有的 我想我們大學生 至少一生一次看一次昆曲 都是我們了不得的 今天我的主題切入正題 我想我們的昆曲 昆曲我覺得我拿兩個字來形容它 很重要的兩個關鍵 我們現在有關鍵詞 兩個關鍵詞 一個是情 一個是美 這兩個關鍵詞 美呢 我講昆曲的形式 昆曲的表演的形式 她的presentation 她的形式 問她們美 美在哪裡呢 第一 第一 昆曲跟其他的 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是它的文本 它的文本 它的文本 那個文學的基礎厚 因為昆曲大部分 昆曲大部分 是它的文本 是來自於明清的傳奇 傳奇本子 有一部分是 有幾則是從原杂劇來的 不過大部分是明清的傳奇 那傳奇本子 大家都知道 我想昆曲唱的是曲牌 唱曲牌 都像那個仲詞的詞 仲詞的詞牌一樣 這個曲牌 它都連了幾個 有時候是一套 連了幾個曲牌 連了幾個曲牌 可能講一件事情 可能是敘述一種氛圍 或是一種情緒 還是這個曲牌 都是詩 都是我們的詩的傳統下來的 所以昆曲的 昆曲它的文本 繼承了我們的詩的大傳統 我們的抒情詩的大傳統 所以我講的這個 它的文學底蘊特略厚 所以昆曲歷來 以前受中國的文人 代代世世代代的文人喜愛 即使昆曲視為了 還有很多文人自己 自己組成曲色 自己組成曲色 因為它對文學很近 我想昆曲 對我個人來講 因為我是學文學的 所以我個人昆曲 對我那麼大的吸引力 也是它的文本 它的文 它有些詞真美 尤其像唐泉祖 這種大的劇作家 像牡丹廳 牡丹廳裡面的詞是美不勝受 我說給它詞個字 它的詞的意境真是美 可以說它是繼承了唐詩頌詞 緣曲他們那個大傳統下來 它更推進一步 因為很多曲牌 它是連著 像布蘭田的《徐夢》 它是17個曲牌 像《桑春悲秋》的那種情緒 它用17個曲牌來形容 所以把那個抒情詩的意境更推進一步 所以我說 昆曲它是把我們抒情詩的意境 用歌跟舞具體的表現在舞台上 所以你看昆曲的這個 不管是它的舞蹈也好 它的音樂也好 都非常poetic 非常有詩意 非常抒情的 非常lyrical的 它的美學基本上是寫意的 抽象的 抒情的 詩意的 它是這種的美學 大家都知道 它是產於蘇州 昆山那一代 昆山那一代 它屬於當時的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有個特色 那種婉轉殘綿 那種抒情 這種特色 昆曲非常強烈 有這種東西 第一 它的文本 它的內容 非常有詩意 這個是它美的一點 第二點 它的這個舞蹈 它的身段美 它身段美 它是身段要求非常嚴格 因為我參 其實我個人來說 對昆曲的知識 非常有限的 我時候慢慢慢慢學了更多 但是因為我參加了 要是跳起來很嚴格的 一舉一動 腿抬得多高 都通通有著 那我也看了這個 在《青春牡丹廳》的時候 我看的那些老師們 怎麼訓練的 像那個張濟青老師 這是很有名 很有名的 我們一位昆曲大師 我特別把他請來 訓練我們的女主角 沈鳳英 我看了他 要求他 他的水秀動作 水秀動作是中國 昆曲中非常重要的 水秀動作 水秀甩的什麼地方 那個敵音到那個地方 那個水秀就那麼高 快也快不得 慢也慢不得 高不得低不得 就是那個地方 非常非常嚴謹 非常規範 所以它是一種非常 highly disciplined 非常有紀律 非常嚴格 訓練嚴格的 所以光是這一點 我就對昆曲 我看他們去 佩服得不得了 原來這是高難度 高難度的一種表演藝術 所以它這個身段 那個水秀 昆曲的水秀美 等一下你們會 大家會看到 昆曲的水秀美 美得不得了 它的美一舉一動 一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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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 它那個水秀好像也非常的 它那個美的 也是好像有很抒情的 這麼下來 它是什麼 線條 它的線條 它的線條美 我覺得 如果你把昆曲的舞蹈 你把它畫下來 等於我們一副狂草一樣 等於我們的書法一樣 所以我們那個書 我們那個民族 我覺得最高的 藝術形式之一 那就是我們的書法 這是我們的書法 我們的書法 完全是線條美 線線條 那個水秀也是 昆曲的舞蹈也是 它那個水秀跟那個線條 非常有變化多端 那個非常能表情 我們中國那個西曲 這個發明真是 那個水秀等於是 等於是人體的延長 那個肢體語言 接著水秀來表現 這真是一個了不得的發明 昆曲的用這個 用的特別好 用的特別好 而且它還有一點 昆曲還有一點 還有個特色呢 還有個特色 它是載歌載舞的一種藝術 我想金劇 還有其他很多劇種 它還有過門的 它可以這樣地唱 不動 可以唱半天 金劇也可以這樣子 它一個人在這唱 昆曲不行的 昆曲你每唱一句 每唱一句 它一定要有一個 跟它配合的 一個聲段 來配合它 所以它特別難嘛 你看啊 你一邊唱要一邊舞 一邊舞 那個舞呢 那個動作呢 也要跟你唱的內容要合 是吧 這才是表現你喜怒哀樂 你的情緒的表現 隨著你的水秀動作 能夠表現出來 很難的 但是表現得很美 所以那時候 它把那感情這樣子 很舒坦地從水秀就出去 有時候很激烈的時候 它的水秀動作也很激烈 那這個還有一點 我想說昆曲是無歌不舞 它是載歌載舞的 另外一點呢 它比如說雙人 兩個人的戲 很多時候昆曲是聖誕兩個人的戲 這兩個人的戲呢 一個人在唱這舞呢 另外一個也要配合它一起跳 一起舞 所以它更加那個 更加難 是雙人的默契 更加要求要高 所以常常看的時候 昆曲的雙人舞 這個很難的 所謂的默契 眼神怎麼交流 水秀怎麼勾搭 身段怎麼轉 這個非常 你那個眼睛 兩個眼睛對眼睛的時候 慢慢一點一下閃過去了 那個情緒就不行了 就結不起來了 所以它那個整個非常精確的 這麼一種藝術 表演藝術 你看 又有歌 又有舞 我覺得它是結合了 我想西方的那個 芭蕾跟它的Opera 它兩種東西在 那Opera只會只唱 不必 當然也動了 不過它的動作 它的表演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它是聲音美就行了 有時候Opera唱的人 而且體積也太大 有時候動起來 也不是那麼靈活 主要是它唱那個 芭蕾沒有唱的 你真的欣賞它的肢體的美 所以這個春曲是特別難 你看看 它要一邊動 一邊舞蹈 一邊要唱 而且還要跟它內容配合 而且還要跟另外一個演員 要配 要有默契 它是一個非常高難度 高難度很嚴謹的 它當然第三 它音樂也美 它生肖管迪 特別婉轉殘眠 我們所謂婉轉殘眠 一唱三探 講的昆曲 它是有特別種江南的 江南的文化才產生這個 也就是蘇州那個舞語 你們聽到蘇州話的話 蘇州人吵架也好聽的 那就是它那個語言比較軟 所以我想歌劇是產生在意大利 我想昆曲產生在無語系的那一代 都是因為它有language 決定了它 決定它的音樂 決定它這個 所以我想這是它的美的 它的形式美 我想如果它形式不美的話 你先就吸不住人 先就吸不住你 吸不住你 我想這個 因為它這整個表演的方式 它已經占了很大便宜很美了 它的詞句 它的遲早美 它的舞蹈美 它的音樂美 這幾些已經先抓住觀眾了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在外國演出 在美國演出 在英國演出 我深深地感到這個 你講的要內容的話 那我們翻譯英文 翻譯英文當然 我們已經是 選了一個非常好的翻譯 一個translator 林林德教授 他是昆曲專家 而且他在美國長大的 教了好多年的書 所以他英文非常漂亮 中文也好 而且董昆曲主要 他譯得非常好的 即使你譯得那麼好 湯康祖那些詩詞 譯成英文 還是很多美的地方 會丟掉的 西方人看得很著迷 美國 英國 甚至希臘 看得非常著迷 我就問那些外國人 問你怎麼會吸引人 他第一個舞蹈 他們對那個水秀的動作 非常地感興趣 他就說 那麼 expressive 他說 我在英國的時候 很有意思 那個劇品 我們在London演出 那個Times Times的那個critic 劇品 給我們很 一個禮拜兩篇 給我們四個半星 已經不得了了 已經 他批得很好 他就覺得 他說沒想到 因為 牡丹廳裡邊有一個 《金夢》裡邊 他們兩個 杜云良跟柳文文 在牡丹廳裡邊 優惠 在那邊優惠 兩情相悅 在舞台上面 要表現出來 難啊 兩個人很親近 這個坤曲很厲害 他用水秀動作 勾來達去 勾來達去 纏綿婉轉 勾個半天 那個英文 沒想到 他說中國的表演方式 講一個最難的 你說話劇 男女在舞台上 你沒辦法 男女相悅 這種演不出來 他用這種抽象式的 用水秀動作 他說 So graceful So graceful So expressive 他說還有 So sexually charged 他那麼性感 的確 的確 非常性感 非常性感 所以我講 我們那個水秀動作很美 而且非常 expressive 表現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他的美 現在把它抓住了 那麼第二個講 內容當然很有關係 很重要 很重要 那個內容呢 這個 困曲的特色 我們說 我們有一句話說 十部傳奇 九相思 那個傳奇的 這個 寫愛情的很多 很多 很多寫 都是關於愛情的 講這個劇種 講起來 很重要 中國的全國性的 major的這種劇種 你想想看 那麼在元代的時候 就是元札劇 對不對 元札劇 那麼在民國的時候 或者在晚清 什麼時候 是金劇 對不對 一頭一尾 在中間上 這兩個都是 最重要 是全國性的 元札劇 元札劇 除了西相記以外 除了西相記以外 那其他 講愛情的並不多 講愛情的並不多 金劇呢 它是忠孝結義 金劇講的是忠孝結義 三國的戲啊 水浮的戲啊 什麼 忠孝結義多 這個 講愛情的戲 這個軍戲不多 不多 所以它做代表性的 真的不多 欸 昆曲不然 昆曲不然 昆曲講愛情的很多 很多 很多 那麼今天 我們研究一下 什麼道理 為什麼昆曲 昆曲傳奇的時候 怎麼會一下子 對愛情的主題 這樣的注重 昆曲最興盛的時候 是晚明到清朝的前家時期 大部分是 基本上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 那是獨霸中國劇團的 劇團的 因為他那時候 鄭培凱教授 這是他的專業 這是他的專業 他常常演講 講的這個題目就是 晚明思想 對昆曲的興起 很有晚明的思想 晚明的時候的文藝思潮 對昆曲中的情的表現 很有關聯的 我們宋明理學到了晚明的時候 宋明理學已經下來了 要求很高 到最後的時候 春天禮滅人欲 對於人的感情的拘束 也是非常地制度化 非常非常精進 那麼到了晚明 有一個思潮上面的大反動 對於王陽明的心血 還有理智的 一些哲學家已經開始這個了 文學那時候也是高舉了琴的旗幟 像唐先祖就是一個 所以他的牡丹庭 他的牡丹庭可以說是 春雨中經典 春雨中經典的經典 而且它真的是 對琴的解釋 他的interpretation 對琴的層次很高 很多層 它不光是普通一般的男女之情 其實牡丹庭它是一個愛情神話 它是穿越生死的這麼一個 他說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 一個愛情等於好像一種 宇宙界的一種原動力似的 可以穿越生死的這麼一種力量 在唐先祖來說 所以這個 杜力良我們女主角 為琴而浮身 我說這是一齣 愛得死去活來的那喜劇 死去還要活來 愛得得 我想同時間 同時間西方有個愛情 也是很有名的愛情 但是Romeo and Juliet 這兩個只有前後 兩年之差 牡丹庭是1598寫成的 那個Romeo and Juliet 是早兩年 東西方 我想Romeo and Juliet 死去 活不回 回不來了 他死了 回不來了 我們的牡丹庭 死了以後 他又回生 繼續談天安 繼續談天安 一直談到團圓為止 我們中國人就喜歡團圓 所以我們牡丹庭愛得更長 愛得更長 所以他穿越生死這麼一個愛情 還有同時間 欲詹記 今天晚上的幾則戲都是講愛情 愛我說說 這可以說是昆曲的愛情中的面面觀 等下我一個人再仔細比較 不要講 大的這個 這個昆曲的很大的特色 很大的特色 它不是愛情是它的主題 關鍵 關鍵詞 愛情是它的主題 不像金劇或者是圓雜劇 它們它的愛情是它的主題 所以對愛情的這種詮釋 它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我們今天晚上選的這幾則 選這幾則可以代表昆曲的 都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可以代表昆曲的各種的面面觀 可以這麼講 那麼頭一則 我們演的是金夢 我們頭一則金夢 金夢是牡丹庭裡邊 可以說它是center piece 是它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這麼一則 最重要的就是金夢 大家可能對於牡丹庭的故事都很熟了 講這個 一個杜太太守千金 杜立良 十六歲這麼一個女孩子 杜立良 你看杜立良 這個立子當然是美人 十六歲一個小美人 有一天 他這個村幫名媚 跟他丫鬟 到園子裡邊去遊園 遊園 遊園 然後就做了一個春夢 這是我們可能是 中國文學裡面最有名的春夢 十六歲的女孩子做春夢 而且是太守的千金 在當時是相當相當 相當相當大膽的 而且這個湯天主寫的這個春夢呢 寫得非常的露骨 等一下你們看看那個詞就知道了 寫得非常露骨 赤裸裸的 非常露骨 可是你會覺得很美 一點不覺得他 一點有一點淫邪的都沒有 他寫這個寫的 第一當然 這個湯天主很聰明 他說這是個夢 夢中情 我們說 這個同學說夢中情 夢中情 夢裡面可以大膽一點 夢裡面不受拘束 可以追他的愛人 第二呢 他的態度 他們並沒有去 就特別去 好像對這個 有任何一點批判的意思 那麼他很嚴肅的 很嚴肅的 他自己很詩略的 很嚴肅的寫這個東西 所以你也不覺得 不覺得這個男女之間 就應該是這樣子 我一生愛好是天然 我一生愛好是天然 所以天然自然 那個時候 回歸文本 我想是晚民的時候 整個的思想 這個也是 人性 表現人性 所以整個 我們可以這麼說吧 在昆寺裡面 做那麼多愛情 基本上就是 對愛情的追 我們從現在的社會 對男女之間的拘束 有很多的禮教方面 很嚴格的拘束 所以這些都 對愛情 嚮往 那個自由 愛情的自由的追群 我想這些都是 這幾個都是 那麼牡丹廳當然是 不牡丹廳當然 不牡丹廳在很多層次 你看她 我想她穿越身世 所以她也有一種 比較 比較行而上的一種 意義在裡頭了 不牡丹廳 不過《金夢》這個特別 這一折 是我們這個 昆寫的舞台上面 長演的 長演不錯的 這麼一個 一個折子戲 很有名的 那今天我們當然只有一小段 就是他們兩個男女 在夢中相會以後 男女就發生一段 這個幽情 她的身段 我要介紹他們講的 你們注意一下子 本來呢 本來呢 本來的傳統的演出 其實我們計算不耐聽 基本上 雖然是按著傳統的那個 那個事工無法 其實也有一些改變的 我們是青春版嘛 我們是要給年輕的觀眾看 所以這兩個男女主角 他們那個水秀動作 以前在傳統的時候 離得開一點的 男主角要去捏那個女主角的水秀 兩個手指捏一個擺一擺就行了 比較保守 這個我們青春版本那天 我們那個老師傅 汪世宇老師 跟我兩個商量說 既然是青春版本 我覺得男女不妨靠得近一點 水秀勾得纏綿一點 或者他編了一套水秀動作 也很能被一般觀眾接受 所以我們這個青春牡丹 它的水秀動作特別美 讓大家注意一下子 今天晚上來表演這一段的 也就是我們青春牡丹的男女主角 沈峰英跟余久玲 那我們現在看看他們兩個的表演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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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南巡 拍攝 从山水 后不左舍也随 已上此了之后 那是宋美平氏 银河带 敬敬 一片仙气 爱上 美丽 爱上 我爱你 谁或 美 却 银河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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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啊 宝月啊 赞起 今夜太庄呼山啊 安生阿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你 你在 你在 我 我 我 在 我 我 在 我 啊 啊 啊 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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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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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 零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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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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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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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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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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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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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